4月29号 加州州长纽森在胜服难度市签署了一项提案 旨在为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小企业提供62亿元的减税援助 这项减税援助将维持6年时间 已让加州小企业从疫情中重新站起来 纽森表示在疫情期间加州的小企业遭受了打击 she know this, a lot of folks do know this 5.7daynelission Californians have either received or are about to receive direct stimulus checks from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NOT $3.7 billion, that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st vulnerable Californians, working families are working poor. Folks will see that check, see those refunds very, very shortly. Again all part of the package of support of,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things. 47% of America's jobs came out from the state of 加州州长纽森29号下午签署了AB80提案 使之成为州法 根据这项新法 疫情期间企业从联邦政府获得的 缅环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 将不被算作征税收入资金 而且这些企业还可减去 使用联邦贷款所产生的成本 只要这些企业能够证明 疫情期间企业的收益 在至少一个季度内减少了25% 这一额外的加州税款减免方案 可让那些正在挣扎中的小企业 在规划将来的发展时 做出不同的选择 他们可以重启维持营业 或选择关门大吉 在一家名为Hanzo Sushi的 日本餐厅签署该提案前 纽森曾走访了当地的一些小商家 并于已使用了联邦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 小企业家会面交谈 好莱坞演员 餐馆业主丹尼·特雷霍 以及胜福南杜骨的民选官员 见证了提案的签署 加州州长纽森在签署提案前说 纽森表示过去两个月来 加州已恢复了27万6千个工作机会 而这预示着加州正在叙事待发 他称赞说加州的疫苗接种率 与染疫确诊率均是全美最低的 并称加州对于6月15号的 全面重启充满信心 根据州长办公室提供的信息 加州小企业是经济成长的动力 创造了三分之二的新就业机会 聘用了私人企业领域的 近半数的员工 加州有约410万个小企业 雇佣着近半数的加州劳工